像通常養到不得了的時候 請問四位專家 你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請問一下黃醫師 當然第一個我們會開藥膏 藥膏如果你 質養 對 類固醇藥膏的話 一天就是擦兩次 我們也不建議它就是多擦 多擦的話只有副作用多 它的效果不會變比較好 但是有另外一類 是不含類固醇的質養藥膏 這類就可以擦 另外的話就是還可以 冰敷記得不要是熱敷 不要去沖熱水 熱敷還會越敷越癢喔 對 熱敷的話 只有在敷的當下 你可能覺得好一些 敷完之後就會更糟糕了 好 潛壁濕疹完 是手部的濕疹 手部的濕疹的話 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像 就是櫃子在手部的濕疹裡面 這一類的濕疹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要避免 接觸太多的水跟清潔劑 第六項的話 這個慢性濕疹它其實是 它其實也是一個滿籠統的名稱 可是在這裡 我要歸類的是 有一部分人他的濕疹 他就是不能被歸類到 其他幾類的濕疹去 它就是會反覆發作 尤其耗發在本身有慢性的 乾病病或生病病的病人 當這些病人 他身體頭都會有一些毒素 代謝不出去 這些毒素在我們的血液頭 堆積的時候 它就會反應在皮膚上面 它就會常常動癢吸癢 就慢性濕疹 OK 最後一個所謂 預血性的皮膚炎就是 剛才我們講到說 老人家的血液循環不好的時候 它的下肢容易會產生血液 激在那邊 激久了就會造成 預血性的皮膚炎 治療的方法會有不同嗎 會 會有不同 因為其實每一個 好發的原因不太一樣 最重要的治療方式 其實是針對它的原因 去做避免或是做治療 像是接觸性皮膚炎的話 當然就是要避免接觸到 你會過敏的那個東西 不要再接觸 對 可是接觸性皮膚炎的話 有一部分 像剛才講的是 工作上面可能不得不接觸到的 另外一部分的話 其實是過敏性的接觸性皮膚炎 這一類的話 可能要去做一個皮膚的測試 你才知道你到底是 對什麼東西過敏 這幾類其實大部分 都是可以用外用的藥膏去做治療 像冬季試診跟手部試診的話 他們預防的方式 就是擦乳液 這個也是要避免接觸水這樣子 OK 好 那在手部的濕疹的部分 羅醫師 你有一些這個穴道的 一些解決之道對不對 像手部濕疹的話 我們可以按我們的那個大鱗穴 大鱗穴的話 它就是在 這個只有專對手部濕疹有用嗎 對 它主要是針對手部濕疹的部分 就是大鱗穴的位置 它是在我們的手腕橫紋的這個部分 然後手腕的橫紋是我們的X軸 然後我們Y軸是我們這個 手指的這個肌腱 屈肌的肌腱 兩條的肌腱中間這個地方 它主要的話 因為我們講說那個 濕疹在發作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濕熱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手部濕疹的話 是一個清熱的一個穴道 它包括是說那個 有些人有口臭的一個情況 對 腸胃的一個濕熱 其實這個穴道 它在按壓的話 也是會有幫助 然後再來一個是 針對像全身性的一個濕疹 我們可以按的話 是我們的那個曲齒穴 曲齒穴的話 就是我們手彎起來 就是在皺褶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折痕 折痕的一個最盡頭 就是我們的曲齒穴 我們這個穴位的話 它其實就是清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風熱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的話 你就是按壓 你每次大概按壓的 三下到五下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按 就是每次按大概三到五秒鐘 然後每次大概可以按 三十到五十下 早晚都可以按壓 這個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這樣做 身體的一個去清熱 像是風熱這個部分 就是剛剛我們講說 你如果是比較容易皮膚癢的人 就可以多按這個穴道 其實曲齒穴 我們節目當中已經介紹過 好多好多變了 所以當你發生一些 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是曲齒穴還滿好用的 因為它主要的話 就是你還搞不懂說 到底要是按哪個穴道的時候 好像按一下曲齒穴 這個穴道的話 我們講說是清風熱 風熱的話就是剛剛講說 風熱就是皮膚一些 搔癢的一些症狀 所以它的話就是像皮膚癢 不管是你是油胃性皮膚炎 濕疹或是皮膚的過敏這些 其實都可以按這個穴道 是 好 在飲食的部分之後 請依賴再跟我們稍微強調一下 對 其實如果你的過敏源 是真的針對於來自食物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就是前幾名了 對 剛講到的 牛奶的部分 花生蛋還有海鮮 還有所謂小麥 牛奶大部分存在 比如說像是 一般牛奶我們都知道 但是像起司裡面 或是一些乳製品餅乾裡面 或甚至於有一些西式的濃湯裡面 它就是用大量的牛奶 去做一個自備湯品的部分 如果你針對牛奶 真的有嚴重的過敏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離開這個部分 像花生裡面像花生醬 它有一種就是花生油 有些人在炒菜 它會用花生油去做炒菜烹調的部分 吃素的人 對 吃素的人它可能會有產生 就是可能它的攝取量就會比較多 蛋的部分就剛剛 其實像剛剛蘇惟講的 有一些是混合料理的 有像蒸蛋 全蛋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有一些是在 比如說像是有一些香腸 有一些肉醬裡面 其實它都有 還有一些像蛋餅 鬆餅裡面 它其實也有用 沙拉醬也有 對 沙拉醬也有 蛋糕也有 對 所以可能其實 我要講的是說 可能是量的問題 你要看你的到底是量要多少 這個都要做紀錄 第四個就是所謂海鮮 剛剛講第一名就是蝦子的部分 可能要避開 海鮮我要提到就是說 有些人可能是針對於 可能是不新鮮 不新鮮的烹調方式引起的 可能就是說 你在烹調 你在選購的時候 它的新鮮度 不一定就是說要 如果說通常它的料理方式 比如說海鮮它用炸的 跟它用所謂的清蒸水煮的 你就知道 到底哪一個是比較新鮮的 通常有油炸的或什麼 它通常是屬於比較 不新鮮的食材 它才會用這種比較重口味的 烹調方式 通常提到海鮮 就是有殼類的比較多 像魚的話比較不俗這類的 魚的話 有些人它會有一點輕微的反應 但是通常有一派說法是說 在營養學研究發現 有一些魚裡面 它的歐美加3的脂肪酸 它是可以抑制 所謂身體裡面的慢性發炎 所以魚它是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還是比較偏向於深海魚 小型的深海魚類的部分 是比較好的 剛剛這特殊的案例 就是講到所謂小麥 對小麥過敏 膚質過敏的話 像有一些通信麵 或是說一些義大利麵 這裡面它有用上小麥 還有啤酒 裡面有小麥酵母這些部分 可能會誘發這些過敏原 是 好 我們了解了這麼多 關於濕疹的類型 在中醫的角度跟西醫的角度 最後請四位專家做一個 小小的結論 叮嚀觀眾朋友 怎麼樣在日常生活當中 預防濕疹的困擾 我想如果已經有濕疹困擾 的朋友的話 重點還是去診斷說 你是屬於哪一型的濕疹 從它的原因上面去做預防跟治療 如果沒有濕疹的朋友的話 大概就是規律的作息 還有飲食這樣子 像我們今天有提到就是說 除了在營養學上面的一些看法 我們中醫來講 有一些人的話就是 皮膚有一些問題的 這種發炎的人 盡量少吃 包括說有青春豆這些 通通都盡量少吃的這些 除了今天講的還有一些筍子 筍子也是 香菇 芒果這一類 我們中醫講說是發物 再來是鴨肉 鵝肉 鵝肉 然後鮭魚肉還有海鮮這一類 盡量的話就是避免 那水果類的部分 水果的話就是芒果 芒果 芒果比較會有這樣的狀況 還有荔枝嗎 荔枝是因為燥熱 那柿子嗎 柿子的話還好 還好 可能是寒性的就還好 好 來 其實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要找出你的過敏源 如果是食物的部分 你要做紀錄 我們通常會請病人做紀錄很重要 就是你到底吃了什麼 你這一週吃了什麼 你自己可以當自己的檢視員 就是你自己可以檢視你的食物裡面 到底你都喜歡吃奶類的 你都喜歡喝濃湯 你都喜歡吃蛋的料理這些 可能就是你比較誘發你的過敏源 所以你的紀錄很重要 是 好 除了剛才羅醫師所講的那一些 蔬果 水果不要吃之外 我還是建議大家 平常多吃蔬菜 水果 尤其是我找出來解藥 鳳梨加蘋果 像營養師講的 就是對 就是回生素A跟C 是其實很好的一個解讀劑 像我們就平常在吃東西的時候 吃完發現自己有一些 要發出來的那種症狀的時候 你自己就喝一杯蘋果 打鳳梨汁 加一點蜂蜜 其實它也很好喝 如果你要A多一點的話 你不妨加個胡蘿蔔 適當的話還是一樣 嚴重要去找黃醫師去看皮膚科 但是不要把淚固醇 拿來當成固手乳 這是真的很少的 是 而且剛剛黃醫師也提醒我們 很多的藥 你多擦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對 醫生指示怎麼擦就怎麼擦 非常謝謝四位專家 今天來到現場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 你今天來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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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啊 近視的比例 居然是全世界第一名耶 那所以如果以散光來說 通常五六百度以下的散光 我們的近色雷射手術 如果在濕行手術